瑪琪和麒麒麟 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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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前提提以待發問的同學 幾份同學自己開始先對付一番就像 再也必須發問 他們現在之後可以先對付自己作為就像的。」 與他們有第二則宣布的 第一則就是新重獲的 非溫暧基因的失控比重的剖像 因為隔期沒問題 所以將會由今天順應到下星期二的周會舉行 另外一則就是本幕後和書人生存 在周會之後有希望要宣布 所以請問我在周圍之外講我 大家好,我今天是周會思議二年區的廖峰眉Crystal 我是三年區的,在關聯誼Crystal 上個星期裁刑事司長申請華發表了新的編劃的裁刑數碼 在社會都引起了很浪漫的武論和真意 沒錯,今年的廖峰眉選項就有一些直接的舒緩措施 包括了搬入生活稅、個人入息貨稅和備受質疑的三年改革 隨意的政策包括推行公司的結作和這個設立地下機産等 我們今天的嘉賓黃河先生就會和我們分享一下 他的今年廖峰眉選項的看法 黃河先生是詩智山學會的導師 在新的科技、工程學和藝術方面都有豐富的管理經驗 他現在更加在信科、民國等的報章上 也就是Rina 賺取一些推動自由經濟營章 那事比以前 請以我們二年的掌聲歡迎黃河先生上台 他的講題是平常二零一年才職預算 我們可以一向掌聲歡迎黃河先生 謝謝 謝謝 這陣子也有很多地方要去演講 如果關於財政預算,我剛才去了程師論壇 立即大家再講一下我有什麼經驗 介紹了獅子三合會,不知道誰都認識這個機構 至乎大家有聽過 獅子三合會在香港來說,肯定不是最大的支付 但是如果以西方的角度真正正去看支付究竟是什麼 反而獅子三合會是最接近西方的官司 西方才最盲人的意義 首先我們不是跟某一個政黨或者之前董建華搞一個支付 我們不是一個選舉機的議員,我們不是一個馬房 更加重要的是,我們不是由一個大老闆拖稅給我們 如果一個大老闆拖稅給你們 這個意思就是你一定不聽手去講 我們所有的錢,我們都是自己查回來的 我們沒有政府一分油 對於很多的,即香港的支付 要麼就是靠喝政府的奶水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一個帶回了科水 私事三合會兩樣都不是的 我們真的有十多二十個都幾大不同的 即是有個人,也有公司 他們每人夾一些 喂,不是定時的 有時這一年可能有個老闆不喜歡聽我們說話 他又不再去支持我們 那我們的運作就是,我們一定要不斷去 即是我在做私事三合會,懂事之前 我有七年的時間,我是做行政總監 這七年的時間我們不斷去練 因為有時我發覺原來講粽話 是有整條東西 有些東聞生,他不喜歡聽你說話 他就不給你錢了 那你要維持你的獨立社會,唯有去 唯有我繼續去講粽話 不過希望另外一個,希望下一個 我們一路去運作 而因為一個在我們所謂 就是這樣的市場模式的運作下 私事三合會在size來講 我們不是一個最大的智能 但是我們在傳媒方面 縱使大部分是傳媒工作的記者 特別年輕那些人 對我們非常討厭 因為我們高品資本的專業 令到他們很不喜歡我們說話 但是也無奈 他一定要,有時都要去 將我們說的話 他要寫出來 在這個市場報告出來 因為除了我們說的話 因為已經在這個市場 越少人說的話 這個要簡略 介紹了私事三合會 是一個什麼的機構 那說回 今天,原來我有很多時間 就去講財源傳遇說 超過一小時 但是這裡我沒有鐘 有什麼辦法看到 其實那個時間是怎樣 因為我們大概幾時開始挑戰 他問我 我有什麼時候準備好 大概現在是三點左右 大概是三點左右 到四點左右 一個鐘之下 之後有些法文的時間 幫忙 我呢 我在大學 都經常去講通學 也有去中學 中學有個問題 就是 那些人把嘴巴撞都不開 沒有問題發問 講完就走了 那就是要我講很多 那我是不是很會講話的 不是很會講話 因為我不懂用那把聲音 那應該講半個鐘 你開始聽到那把聲音很差 所以你幫幫忙 待會多些問題 我們少一點就可以講 那就是 那 那 那題目呢 就是副題 叫做 就是財政預算關於什麼事 其實這個呢 有一點點哲學性 一會兒我再講 那大家都是新聞體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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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呢 我就很不滿 傳媒呢 有一些的講法 就把財政預算 如果是 有財政 帶到財政的預算 就 稱之為派堂 那 但是呢 那 那 照計呢 很多記者呢 都是 就是對政府很多客戶 那 那但是呢 他在這些的事情上呢 他又不搞清楚 什麼 什麼叫派堂 什麼叫派堂 起碼我聽到 我的理解就是 好像大人 給派堂 幫派堂的小孩子吃 派堂出來的人 那是老闆 是不是呢 但是 但是 想不想 這個政府呢 如果不是有納稅人 去給錢給他們的時候呢 他 他 是不會有錢 去派堂的 而為什麼會派堂呢 那 那當然政府 就是 他不是這麼說 但是 他都可能 他有些 這麼誇誇的 就是 嗯 因為 我管得好 我手受理財 所以我有錢 靜 我有錢靜 就派堂給你們 那 這個是 當然是官方 你問了很多公共 我想他從心底裡 他都真的這麼覺得 或者你們 都是這麼覺得 但是 在我的角度來講 就是 其實 有沒有可能是 政府抽稅 抽得太多 抽得太 不應該抽 抽得太多 最後 其實他只不過去 湖水給我們這些 立場人 就是 你說派堂 就是講到一些東西 好像他 他好像施捨給我 但是 實在 如果你想回那個 那些東西 本身是 他拿多個頭 然後他會 補水給我 那如果 這個 我之後再去解釋一下 再有些東西可以現身出來 那一講財政預算 一定有些行貨給大家 那一定會 講一下數據 那 如果 不過這樣 大家都是新聞系 我又不會沒有 打架字 那些 什麼子女 面信 還有十萬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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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 帶了兩個人 忽略的 但是反而我一看的時候 我立即 打架一下 就繼續 香港 香港的 勞動人口 人口 700萬 720萬 勞動人口 就390萬 那根據財政預算 裡面的數據就是 當中只有四十百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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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你計算一個人數 香港有六成的新公稅的收入 是由七萬八千個人去搞出來的 我那天去城市律環 可能早起身 投入的數就這樣 約我成了他的算數 我講十萬元很多的 原來只得七萬八千人 另外收入的另一方面 就是利得水 公司收入利得水 原來香港只有10%的公司 是交入利得水 我告訴大家 通常都是上市 當然有些沒有上市 都很大監獄 通常都是上市 10%是交入利得水 而這10%裏面的5% 是交入八成的利得水收入 即是說 香港這麼多公司 只有0.5% 公司是交入八成的利得水 即如果從西一點 佔領華爾街 佔領華爾街 こんにちは 佔領華爾街 mov8量 還消失 За賢舒遙 但已經比華爾街 這個財政的儲備,預計2016年就達到8500元 這個數據是否無論是假的,財政司說話是過大話的 是否無法守? 講到財政宣布後,人們就說是供應問題 剛才我們說了,錢是納稅人給出去 然後他們說你收多了,你便會負責 所以當有人說有N毛問題 或者是有些基層說我拿不到優勢 我拿到不夠多,中產拿到最多 這是一個邏輯性的問題,你都沒有給過 那你怎會負責呢? 有交稅的人,我真的給了出來 然後你負責給我 我沒有收過你 但不就你說你收少了我 但我沒有收過你 如果說中產,他收了很多 這句話就像是一樣的問題 中產沒有收過,為什麼你收少了我? 而基層呢,就真的要負責 當時有些N毛問題 總有些人是收不到的 但是你只是沒有收 你沒有給過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邏輯性的問題 都不公平 為什麼是公平呢? 你都沒有給過,那便會負責 這個對N毛問題來說 如果你說是基層的話 那他們簡直是沒有給過大樓 那你說誰是公平呢? 你說誰是公平呢? 第二件事 公平 剛才說了 那些人就說有錢人 霸佔了社會上的財富 那先不說他便會拿到這些錢回來 但起碼在貢獻上 原來0.5%的公司 是給了八成的財富 那你說對誰不公平? 是對那些公司不公平 只是對誰不公平 如果一會兒你有問題 你可以走下去 我都想知道是對誰不公平 但是這樣說 給了錢出來的人 他沒有說不公平 我不知道成哥會不會覺得不公平 我猜他會有幾個書 你不要懷疑我 我猜他會是你的心態 那剛才說過 政府的財政準備有八千多億 那好像很多 那事實上在全世界來說 就是當作GDP有幾例 的確香港是做得很不錯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政府如果有隱藏的債務 是他沒有說出來的 因為他都不好意思我 因為其中一個 但是最主要就是 政府公務員 他們退休 我們是有些 即是香港政府是對他們 因為作出一些承諾 是要繼續養成他們 那他們 這個 我們可以稱之為負債 那他們就達到五千多億 那這個 不可以提 政府公務員 政府公務員 當然不會提 他們是質疾磨 他當然不想講 那就是說如果大家有讀過 匯務員計的時候 你將資產和負債 扣入在一起 其實你 特區政府是三千零幾 其實財政權是三千零幾 我講不清的 因為韓國處理始終有些錢 是我用抵禦的問題 無論是無論 但就是 你們都不知道 其實香港的能機 如果說創政的能機 不是那些一次性都派幾百億 或者什麼喜圖喬超支 幾百億 那些其實老實說是用不完的 但問題就是 如果銀行體系有崩潰的時候 我不是說這是對的 我覺得銀行崩潰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去救銀行 但是政府的角度 它一定會救 而救的時候 它為了這些錢 就是去救銀行的時候 其實三千人億 或者一百多千億的錢都不會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不要算財政的外貿全力 如果我們算財政全力的話 我們真的要剩下一個少資產的三千億 有一樣東西呢 就一定要提醒大家 做記者 很認識的記者 很多,他們期望第一的頭上有一個光滑,就是拯救世界 所以說公義的時候,譬如說財義經常說稅機測 其實我知道他被捏一條毛巾,即是有床砲的東西 那個叫做GST,消受稅 我知道他經常想把消受稅再推一次上台,希望能夠通過 但如果大家真心的體驗,關懷基層,不想他們負擔太多的稅網 大家必定要翌日,如果你真的做記者,你必定要拿去支架,去反對消受稅 因爲銷售稅是最奪惱的,最奪惱的人 如果你是資本家朋友,你一定要支持這個GST 爲什麽呢?因爲呢? GST,大家知道呢? 消費稅即是消費就要付的 因爲你的稅額不低,你還是要付的 因爲你的稅額不低,你還是要付的 因爲你窮人來拿呢? 他只欠一萬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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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他只欠一萬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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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上市公司主席 他可能他花的錢只不過是收入的 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 其餘的他都是扔回他的投資 那就是說他就不用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 你打他的稅 打的他都是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 那些拿去投資 所以說 GST 的銷售稅 對不同人是最不公付稅的意義的 可惜的是坊間裏面是沒有記者 沒有什麼記者是知道這件事的 所以大家如果大家出來真的做記者去寫一次 政府再說 GST 銷售稅 你們如果真是關牌投入的人 是應該去反對這件事的 另外就是公平問題、地產貿易投資者 我那天去城市論壇 就是剛剛那個禮拜了 其中有一個嘉賓就說 即是地產商無量 他起層樓賺很多錢 那我首先就說 大家用零白 起層樓這個process來做 首先地產商是要去投地的 其實很多賣地都是二三百億 即不是二三百億 但是幾十億 甚至過百億 去投入地區 那塊地基本上沒有什麼 政府都有一些東西要做 即是鋪一下一些渠 整天之類之類的 三湯他都會做 但是由一塊爛地變成一個屋園 這個就是地產商他做 他都要承擔風險 你看到有爛尾 即當時香港有少爛尾樓 但是都會有爛尾的情況 他融資 突然間過亞洲金融公務 蓋起來了 突然間沒有錢融資 就爛了味道 地產商都會承擔風險 但政府就沒有風險承擔了 因爲一個爛尾樓 你給他錢 他收了錢 他什麼都不需要做 他就當過爛尾樓 那你說地產商賺錢 是他做了的地方賺錢 但是政府就 但是其實你說這些樓 怎麼這麼貴 某一個情況就是 其實政府他代了很多錢 那至於投機者 他什麼都沒有做過 他就賺錢 所以投機者 老實說 即大一點就覺得 投機者不如願望 其實我也想不如願望 但是不容易不如願望 即我認識很多投資 商鋪的投資者 當他們一落逃街 但是他可以在兩分鐘已經決定 買入一個過億元 其實他已經做了很多資料負責 其實他已經有一些人幫他分析 幫他分析 是這條街的人流的數據 這條街的哪一邊是比較有錢的 這條街的陰陽 街街的街的遺言 都已經有了 他做完這些分析 當然他請人做的 但是他自己也是有一個難過 當他分析完的時候 他可以很快就決定買入一間店 這個絕對不是沒有技巧當中 不是指有資金 是當中有技巧 所以有人炒後可以炒後 即是上福報事 有人炒後可以炒後 可以炒後 傾壓當產 這個如果純粹說 因為你有資金 所以你就可以成為一個成功的投資者 我是對世界很認識的 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 其實這個不是香港的問題 這是一個世界問題 但是貧富懸殊 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 當然有一個量度 這個貧富懸殊的方法 就是堅離看數 大家聽得多 但是首先就是 堅離看數這件事 是不是很可靠 我覺得又不是 因為如果你純粹去量度堅離看數 你去量度北韓的時候 可能北韓的堅離看數 可能是最英俊的 因為每個都同 每個都說 可能堅離看數是最英俊的 那 就是堅離看數有它的問題 但是就算我當真是很難 我用堅離看數 會走出來 其實 IMF也有做過這一類的調查 那大家看了 就是有兩條線 一個concept 1 一個concept 2 如果你看concept 2 就有一個小小的 是長期的上升 那就是說 當然最後有一點點 但是呢 都是那個趨勢的上升 那其實是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concept 2 其實是 如果你將全世界的70億人 混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你發覺 大家說恆富如雪 是收窄的 這個是一個 對於很多 佐料的人士 是 一個很不方便的真相 其實 這個世界的恆富如雪 是收窄的 70億人來計 恆富如雪 收窄的 這個因為是全球化 因為這個很簡單 現在你純粹看中國 和印度 由以前 我記得我小時候 基本上 講的一個國家 非洲 就叫做 埃創佛比亞 你一說埃創佛比亞 大家就說 那裡肯定會說是窩死的 但是基本上 就算現在非洲 都已經是 如果不是有奴隸戰的發生 其實基本上 其實衣食 未必是一個主要的 擔心 可能疾病 他們會擔心 那些 但是整個 其實他們的負責不差 印度 中國 沒有說 所以其實 全球化 在很多左翼人士 視之為眼中釘 的 大長二夫人 和 李國中 現在他們推進了全球化 由80年來開始推進 全球化 其實是令到 就是你看到的 Toncept 2那套事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80年來 是一個急劇的下降 其實就是因為 當時就是做了這些事情 全球化的發生 就是令到很多第三世界 他們解決 智水架的 譬如醫生的問題 當你看到 無論不同的膚色 不同國籍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用著 差不多的電話的時候 其實 這個全世界的貧富園樹 是收窄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為什麼有人說呢 因為事實上 是的 如果你是從城市 像是香港 去看城市 或者是以法之國家 但是 的而且確 那個貧富園樹 是升級的 那 這個為什麼呢 應該會不解釋 其實就不是 也不是和有的 其實那個餅 是更大的 但是 但是 的而且那個城市 裡面有一部分 是比較缺乏競爭力的人 他們在這個全球化 打開 展開的時候 是令他們 是和一些 第三世界的人去競爭 而他們是輸了 所以他們的生活的水平 那其實 absolutely 全體 他們都不差 不過comparatively 就是 我去第三世界開一間廠 由香港 一間廠 開了去大陸 那大陸的工人當然是低一點 我作為老闆 也都當然是低一點 但是 在香港那間工廠 因為我可能 撿了香港的工廠 搬到大陸的時候 香港的工人 收到工廠 那這一班 就是輸了給 可以買輸給第三世界 當然 香港其實有成功轉型 香港80年代 已經闖不斷去北上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 就去了 服務性行業 這個其實 也都 所謂 輸了的人 代表他一定 就沒有辦法找到其他工作 但是 在美國 歐洲 很多這些人 就真的實在了工廠 那 就是 這個照片裡面 還有這個照片裡面 是 某程度去 就是 描述他們的生活 那 而 印度 中國 很多人 就會去投訴 他們在這些 血汗工廠裡做事 他們很慘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他們在這些血汗工廠 其實會不會是 就是 剛才我所說的那些人 輸了 在這個全球化下 輸了的城市人 是希望 保留他們的工 就說他們 就是他們的對手 在窮國的血汗工廠做事 很慘 就希望這些人 去刪除這些工廠 想工廠安排 那些發辣的國家 是不是 我不知道類似的事情 會這樣做 但是問題就是 這幫 在第三世界工廠裡 他們很慘 但是如果 這些血汗 所謂的工廠 真的沒有了的話 很多私人 這些人 就會去回 好像印度一樣 很初期的男孩子 真是 如果他們在這些血汗工廠做 但是因為那間工廠 被人殺了 最後這些男孩子 是會去做回 初期的 那是不是我們 城市人 想看到這樣的事情 事件發生 貧富饒鼠呢 政府當然是要負責的 我沒有說過清晰 需要負責的 其中一個情況就是 最低高資 當然有些人會回應 但是最低高資 的確是令到 有些人 第一份 需要第一份工作 的時候 因為你將那些人工 變得大高 他沒有辦法 去找到人請他 他永遠都找到第一份工 當你沒有辦法 找到第一份工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 在社會上樓 上樓 上樓 香港 因為一實 只有三條三 你不會看得到 在數字上 你未必會看得到 你很嚴重的情況 但是呢 其實那個市場 已經在漸漸中 例如 好像阿蘇華人 就是我們 其中一個董事 阿蘇華人 他經常說 就是洗頭 就是大家在法國 理會 以前 沒有最低工錢的時候 那些師傅 就會用一個很便宜的人工 去請那些洗頭 洗頭 那現在洗頭 當然他 他想著一輩子洗都不洗 其實他就是 叫他一輩子前修 然後就做 幫他洗頭 第一的時候 你就學會怎樣 去洗頭 去洗頭 第二就是 去偷師 或者師傅都真的不教 你怎樣去洗頭 因為師傅忙 找你幫忙 找你幫忙 拍 或者是 你從當中就學會 但是 自從最低工資之後 那個時候 他沒有辦法 可以拍拖 請那麼多 這些學徒 所以 他們就真的請 一個 兩個 專業洗頭 那你就負責洗頭 你不要做 我亦都不教 那其實 對於 年輕人 特別是沒有讀 沒有讀書人 他向上流 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這就是我講的 當然還有其他 就是剛才我講的 一些政策 例如最低工資 例如其實很多 發牌 譬如說以前 搞一間小食店 可能很簡單 不用申請很多牌子 但是現在 你看到 有留意的 這些城市 去 裝修的時候 他會說 這個裝修 是由哪間 專業的 contractor 去 幫他搞牌子 即是 連搞牌子 都變成很專業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什麼資本的時候 你都沒有辦法 去做產業 最低工資也有一樣 因為以前 一有最低工資的時候 其實你是 你做小的工資 你很難去 去 去 去大工資 因為大家 同一個人工的時候 很多時候 那些人本來做大工資 就不做小工資 那 這個可以 有機會再說 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 理由 另外一個理由 是很 大家要去 大家可能不留意 但是 的確有發生的 有一張照片 那 中上面那張圖 就是一些 古羅馬的金能幣 在那些金能幣下面那張圖 就是五十年代發行的 那些債券 美國發行的債券 美國發行的債券 表面成是兩件 你們的最 右手邊 那那個呢 就是蘇聯龍報 其實呢 就是 無論債券 或者差別 經過的時間 經過的時間 經過幾十年 其實他們的價值 就是幾乎欠為零 但只有一件事 那個價值 都仍然還留在那裡 那那個呢 就叫黃金 那其實這裏 其實你講的是什麼呢 這個呢 是在 一百七零年 就至今 美元 那個購買力 其實經過很久的時間 美元失去的購買力 就是失去的百分之九十 只得五百分之九十 就是說 其實大家拿來的錢呢 是一路 那個購買力 在一路 消退 那就是某程度上 政府如果做的一些事呢 是偷走他們的錢 那這個也是導致 貧富無數的 其中一個原因 懂得去保障自己的財產 呢 就不會有事 但是不懂得去保障自己的財產 就會被政府偷走 偷走他們 那這個就是美國的債貨上升 去到一年 你會見到那個 拋物市的貨貨上升 那這個債貨上升 那再講一下 為什麼政府會欠了那麼多錢呢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去花錢 不夠那麼多錢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資本主義呢 當大家去貨責資本主義呢 其實我認為那個議員 是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 因為 資本主義有一個問題就是 必然是要 當你做生意的時候 如果失敗呢 你是要破產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政府令到 譬如南郎呢 當我投資錯誤的時候呢 他們是不需要破產 是有錢 所以你錢不夠 那其實那個議員不是一個資本主義 所以如果投資 那麼多的大家覺得不公平 那又來了 大家最關心的樓價 大家現在都回答 我怎麼才賣了樓呢 那其實 香港樓價的上升 與其你說 是因為 那個樓 即地的供應是不夠 土地的供應不夠 我會認為是 那麼大可能是因為 就是剛才我說的 政府是不斷印銀子 而印銀子的時候 很多的錢 去湧入 湧入香港 增加的貨幣歡迎 是令到那些樓價 即是由外邊 因為外邊的樓 也會變得太差 那些人將錢再賣給香港 是賣給香港 香港的樓價升那麼大 因為香港本身的 那個制度太好 吸引了很多錢 而令到樓價上升 其實宇竟說樓價上升 倒不如說 能資購買大便 我會這樣去看這個事情 去到財政預算 講一下增進化理財政學 其實呢 有一次我跟廣大經濟學教授 王烏智 他同台吃飯 他都跟我說過 其實這個不只是 就是增進化理財政學 所有的香港的財政師 都應該是 至少是增進化以前的財政師 港英的財政師 全部都在那裡做的 其實說的財政師 是看貨幣的 他就一直是 不是予以洗錢的 洗錢那個人呢 通常呢 以前是暴政司 現在就是政務司司償 那個就是洗錢買的 而財政司就是看完數 說你會不會洗過 你最後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洗得多個 要倫敦去幫你搞定它 當時的港英是一百雙十年 當然這個傳統也都帶了香港 我們不要洗得 我們心上不存 所以增進化理財之後 其實都是源於港英 那時候的傳統 那所謂好呢 其實我覺得 那些人經常說 一次的退稅呢 就說它沒有長遠的計劃 但其實那個不是一個長遠的計劃 我認為呢 因為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很多的program 是一 你一開了頭 是沒有辦法去拿走 譬如說 很簡單 好像說 是一個交通專業的 這一類是長遠會花錢的 或者兩元搭車 這些這樣的 即是交兩元搭車 這些program 其實一開了頭 是沒有辦法去拿走 那所以對於一個審實理財的角度來說呢 它是不容易做這個 而它呢 做很多一次性的退稅 那我們可以視之為 就是還有一個分紅的政產 security 像派適的 就是說 賺多了洪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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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它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那個辣椒令到供應變少了 然後那個流氏不斷因為我們要國財經營的方法要光升 其中一個是一個很難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供應性的問題 如果你說年輕人有些人可能不斷 但我覺得其中一個是香港 香港人不夠向上流就可以炒樓 他現在弄了辣椒之後 年輕人其實炒樓發達的基本法 所以如果你要願意說社會不可以向上流 就是你看看前人很多都是靠炒樓發達 但你怎會沒有這個機會呢 因為就是多謝中國的辣椒 還有一些很明細的東西 這些都很技巧 我沒有人想在這裏講 但是儘管在這裏講一下 就是譬如說 有一間做惡票協會公司 是香港政府機構的 他們就說遲些會提高信貸 去給居屋的住戶去補地價 但我的問題就是 這間公司整天就是做抵馬 整天就是做單位 但本來我們去銀行遮遮 那銀行覺得我好就不借給我 不可能收窦意識 撞差點就不借給我 但當你政府抵難的時候 銀行風險沒有了 他就是要借給你 那他借給你的時候 有一個不公平的地方就是 大銀行因為他們的資金成本比較大 所以他們呢 在這方面去競爭 就會緣結為一種小銀行 那到最後呢 其實就是這些單位的職責 一洗牌 那這些事情呢 在市場上有很多人說 那這些反而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套件 但是呢 在這個市場上有話說 是 那然後呢 那不可能你講那麼多 那麼多物事資 首先我就要 正希望都給一些方向給你們 不是啊 你都給一些選擇 我們都可以說 首先 處理任何問題呢 你都先要斷了證 斷了證你才可以對著牌 大家要明白 起碼這個是我今天看的世界大陸 那這個真的要說回三十年前的問題 甚至乎不是蘇聯解體 甚至乎我要說八十年代 即八十年代 那時候我剛才說 戴卓怡夫人 和這個 鄧小平 再加 年近他們展開 多經濟的自由化的時候 其實呢 是釋放了以前呢 共產社會的時候 那個世界是一半的人口 甚至乎一半的人口 是不是做的 所以在香港呢 如果你再看回 你問一下 二、三十年前呢 那些前輩呢 都會說 我們做廠在香港很容易 因為單呢 是湧賣給我們錢的 我們不用出來找單做 因為當時西方社會的需求 他們找人做找不到 他們就唯有找香港 找四十五個地方去做 那些單多度呢 是我不想賤的 我唯有去加價 來去選擇哪些客人 我想做這個 但是呢 自從八十年代 因為當共產主義陣營呢 都加入 開廠 去做事的時候呢 那就令到 即突然間 一半的人口 又不做事 變成去做事 那當然令到呢 一半的人口 那些價錢就變得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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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情況就是這樣 第二 另一項 我覺得呢 很多年青一代呢 其實他們 把那些文字 把他們的文字 那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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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錯的 你們很多時候呢 我不想到你們 就是很多人 就將香港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視為香港的償 就是說 香港那時有很多機會 香港那時是遍地黃金 他們有機會 他們有機會 不共 可能很多人不說 但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香港 絕對不是香港的償 因為當時是港英潮去 港軍撤退的時候 你看著你的老闆 他自動會走 不同於現在 因為你現在看著 如果你出國的時候 會看著那三十年歲的老闆 你會看這個人 起碼二十幾三十年之後才退休 我哪有機會 但是當時的英國撤退的時候 是看著那些老闆一個個一個個走 鬼魂又鬼魂走 本地人 那些能夠移民的人也都走 很多人強行 你說他強行升上去 有沒有什麼都好 我們看到水位升不成功 八十年代你說真正如我 你會認識哪個人生人 那時候也來可以問 他離開 那個時候 是會有人叫南軍 他是一國 mere rom 他是泰國昆鋳 所以你難怪的時 現在有些人希望港曲 其實你不想深層次 其實他希望現在他會走 因為他覺得 這個他們都沒想到心 但我的分析就是 這些人走跟我們相關人 可能真的有些人這樣想 潛意識地是這樣想 但問題是 大家不可以將港英80年代 90年代那時候的香港 來去同家作一個標準 作一個對比 你們是新一同時 你們是新一的這個時代 是不同八成人代的這麼多幾年 那是因為 英國人不會再持久 去懷念英國政府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人通常很謀殺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真的在英國 殖民地的時候生活過 如果大家知道英國是真意的 今天報紙也有一個 不是很顯靠的報紙 他們說 回歸前 匯豐的大半是行政局 必然的成立 再加上 儀和 現在儀和很低調 其實他是 如果他一路數 其實是慧康 其實到今次 儀和仍然是香港最大的破壞 那些都是他的公司 那些都是他的公司 大家有沒有人可以想像今天 如果李嘉誠是必疑的 是行政局 行政會裏面的成員 大家一定拍桌 但是當時的英國 是赤裸裸裸的 成為行政局裏面的成員 但是當時的英國 是赤裸裸的 是把這間公司的大半 成為行政局裏面的當中的成員 但是當時的英國 是赤裸裸裸的 但是你試試罵英國 你試試罵港澳政府 可能每天你收到電話 當時也有些人被人大街出鏡 不是因為 未必因為是新不自由的原因 但是當時也有很多人 被港澳政府大街出鏡 我想說的 不是說現在 特區政府所有人做得好 而是大家也奉獲去美化 當年港澳政府 在香港所做的 當然了 這個再說下去就是 教育的量化封肅 剛才我講了一遍的銀紙 令到大家的錢不值錢 某個程度上 民憑下 就是你將大河沙子 那種通脹程度 給民主是重點的 巴佯 這個你可以先想想該情況 但是 其實政府很聰明 以前精典教育的時候 當他們ある大河沙子 就是天知彰智 而開始大家相信 原來做出大學生就可以了 政府很聰明 不斷印這些東西給你 你覺得這樣可以 我就印給你 但問題就是 大家沒有想過以前的大學生 為什麼一直淺一些呢 當然他們是少 第二就是 你想想以前我們記得 小學有這個我升中士 中三豪泰士會考 他到了A 我考過四個士才入大學 我入大學我不用讀了 你都知道我聰明 我沒考小學 我沒考小豪泰士 但問題就是 你只想想當你經過四個士 你都能夠出雷八歲的時候 那個制度就告訴你這個是厲害的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當你只是靠一個 什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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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了這麼多事 我怎麼知道 我作為任何日 我都不懂分辨的 我都沒有理會 我都知道社會越來越多 那就是靠關系 以前不是靠關系的 以前啊 許半年 在蘇宏村大 讀了那些什麼 港大人類 學派人 都不知道他讀什麼 但是你不要理會 當時能夠港大的就是正義 因為他就是過五關站 上任的港版 今時 今後就是 另外呢 大家也都是一樣 就是我發覺 其實有些人說 現在可能是創業 我一點都不說 它有創業 我不是這樣 每個都是 但是有些人 說回 覺得他們住 他們是沒有創業的 買樓 經常想買樓 這個只不過跟回上一代 因為你看到上一代 是買樓 自乎你又想買樓 然後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這個也是上一世紀的思想模式 就是我找了一份工作 我做到最後 然後拿退休 這個又是上一代的成功模式 但是現在的人 就是想做回上一代的 但問題是在世界變樓 現在甚至乎是舊枝 原來工作模式 都已經是誇會了 我早幾天 跟一個上市公司 藍籌人 是恆子成本人 上市公司的主席 吃飯 他跟我分享過一個 他自己 就是他看到外面有些報告 就是美國是一個公司 不知道做什麼事 老闆突然走路 總之是還不到他 那員工就談 那怎麼辦呢 我們都會繼續去做 沒有了老闆 我們都會去做 他們就懸疑說 我們將以前那些 important contract 那些全部都不要搞 總之他們做的方法就是 總之我負責一個 一塊東西 一塊布 我們就在 用這些人 我們搞定 溝通就可以了 我相信他們是整間公司的 公司裏面 某一些department 他們坐在一起去談 最終他們會做出來 就是發覺 原來他整間公司 以前沒有一間公司 做的事的時候 他現在沒有一個老闆 但是靠私人的contract 靠インターネット 他們基本上都會做回公司 而中間每個人偷懶 因為每一個都是 我可以叫做每一個都是持貨的認識 大家在家裡可以用インターネット 可以溝通 可以做到 他們會做到 以前公司做到 他們現在都做到 現在當有インターネット的存在的時候 九至五這份工作 一個模式 我們要上班 拿著那個東西包 去到一個physical building 裡面的工作 其實這個模式已經慢慢 是玩完了 就是拿我自己作為 來自我做了七年 在私事三大學 做了七年 就行程做得到 當時我也是 每天我都會回公司 但是我開始 就是早上就開始 離開這個九次 因為我發覺 這個九次的工作模式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 很多的世界浪費了 浪費了在那些麻糬的工作下 我是很不願意做的 我說不如我嘗試去做 我發覺 我現在是做每一件事 我現在是比之前眾望 但我發覺我每做一件事 我都是開心的 每做一件事 我都是見到成果 每一件事 我甚至乎我的收入比以前更加多 是當 即是substantial的 而我不需要 再去那個九次 給一個 physical review 給他 去捧著我 有沒有出逃 是不是才說這麼多 我第一個 建務閒 我說這些都是答案 我忘記了 其實是有的 這些叫錢 和人 先撐住 比如樓價貴 我其實一直都不說 如果樓價貴就賣不起 那就不租 有些人說租得很貴 租得很貴 我教你們 看著那些新 軟一鑊成的 你立刻去租 整丟鑰匙進去租 那時是個業主 求你租 那兩年的租金 一定便宜 住在別人的新屋 享受在別人的工作 當然 兩年之後 要想地方搬 那又不搬 反正哪裏 那些樓都不搬 落成 就宣住別人的新屋 不然你沒有新屋看的時候 你不需要擔心 搬這個問題很容易 兩個人 是不是 一個店就搞定 是不是 那些就是 這些就是剪弱 沒有辦法 錢 你鬼 你狂人 你擔想 就是以前 六、七十年 我終於說 那句話 我覺得 都是有她的智慧 結果 就這樣先頂住 當然 我不說 你節省一點 就是我認識那些人 對 我講 原來沒有錢買樓 原來兩個月就去泰國 一次 那你不要買 沒有人可憐 我不會可憐 中關村啟事 大家一個人也一定知道 中關村啟事 我呢 上個月頭 那些人也要 不如上去找一下北京的朋友吃飯 很久我真的想要去吃飯 然後 他就辦個問題 不如去看看中關村 一定要是中關村 那原來是甚麼 原來這座村呢 以前呢 其實中關村應該是很大的 應該是 不過 那裡有個街 有個街 有個街 那以前呢 就是書局的 搞搞一下 就不知為何開了很多咖啡 這些不是全部政府做的 自己 就是不亂發生的 那你們見到呢 那有些人在國庄 看到 就不斷地在咖啡店的錯誠 那咖啡店呢 裡面是有Primter 就是基本上 就是基本的 就是Office Supply 也會有 那你見到人頭那種人 他們有很多東西多的 那這些咖啡店哪個開呢 其實呢 你想想買一瓶咖啡 去坐成人 其實這些咖啡店會不會有錢賺 但是我聽說就是 好像小米去澳闆 類似雷軍那裡開的 那他反正在賣小米賺多錢 都在搞一些 那為甚麼他會搞這些呢 就是 其實這些人呢 就是一些 我也不知道用軟件的高程師 去說他們 去認同他們 是否很 就是一個台舉 我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 那基本上就 在那裡就大家談 很多個機會 去怎樣去發展 新的軟件 新的產品 新的產品 都會有發生的 那現在在 中間出去北京 那我一聽他們的說 那時候好像 2003年 那時候阿里巴巴 摔了籌款 籌到2000萬美金 說大家已經拍了手張 現在是 說得每天都有 二、三百美金 的創投金金 或者是民主金錢 放下這個行業 那些咖啡店有些地方 是一些招聘狂套的 另外呢 其實那些咖啡店 我們稱之為 incubator 呼發器的 其實是 呼發器 大家初來吹了所有的東西 吹了所有的東西 就是 出去up 太有別人 信啊 或者 真的有些人搞定 真的搞定是成功的 那在那裏呢 就當不是 比數馬的對象 完全沒有生氣過那世上 Steve Jobs 托詞 那真是成功的 就是你沒有理會的 那麽多隻 他在這裏呢 就是一直說上市 有些公司上市 譬如 一吹新 京東 很多我都不認識 但是京東 他們是特地聽我 八道啊 真的 很多隻上市 不上市 那不知不得了 是不是 有人 給你 給你 兩百萬美金 叫你 研發的project 那你也不理會 那你也不理會 那個問題呢 我覺得 是你想成為一個什麼 我日後上《城市運動談》 我講了一句話 《蘋果日報》的直時新聞 另外第二天 有三個報紙 我記得好像 《星島》、《大公》和《山豪》 那我登了出來 三個報紙就突然要登 這句話應該是令到有些人 有些感覺 香港呢 香港是一個崇拜強者的社會 變成一個很慘的社會 那問題就是你想成為什麼 我發覺人呢 那個共犯都常在自己身上 當你很慘的時候 你真的會變得很慘 當你覺得 你自己 我不想 我想和一些男人一起的時候 你是會 哪一個人呢 這個 都是我講的 這個 我記得有一次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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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香港的經濟師 政府經濟師 一波各處 有一次 來私事三學會 跟一些英俊 去 他有個 speech 他都說 人很多時候 你 你是被清局眼 你被清局眼 你被清局眼 當你還沒畢業的時候 你已經走去想盡方法 去找一間公屋的時候 而你知不知 找一間公屋的時候 你是要特地 認爲 你將你的收入去壓低 達到 多少錢 八千元 九千元 我不知道 當你要花那麼多精靈 去壓低你的收入 他說你都知道 在一間公屋的時候 你得到的 就是一間公屋的時候 但當你的思絕上 在他 我揹個背後 我猜他去北京 北京太原 爹的碼片 寫得 你揹個背後 去深圳 我知道有些人 可能不喜歡 香港也有這樣的 incubator 其實大家 有些人很不喜歡大陸 但是 你不能不承認 某程度上 深圳 已經變成了 中國的寺度 當然他說 中國的寺度 和美國的寺度相差多少 這個我不講 但是 中國 深圳有譚信 他背後 走回深圳 去吹吹吹吹 我吹完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就回來了 有東西的 你又做下一個雷軍 有誰不知 去北京 我的體會 就是 現在在北京 坐的士 已經是 不給錢 即是用手機 不給錢 有個 不知叫 滴滴快車的名字 大陸給你 即是 那些X 那 現在 這個valuation 的價錢 是說 有幾百億 在2012年 其實那個投資者 投資了80萬 即是 現在都少了 即總之 他80萬的投資 現在公司的市值 是變了 即是過百億 當然我不知道 他最後漸多少 但是 是一個很驚人 不知 是2012年 那麼對 三年前 即是 其實我想說 當你去拘捕政府的時候 你去平衡政府 派堂的時候 你不是很犧牲的 你都有犧牲的 你都要付出 但是你的付出 只是近那些 而是其他人的付出 好像那個人 他一定是快車的人 他可以由80萬 去到一個過百億的市值 而中間真是有幫助的社會 你不可以說這些人沒有幫助的社會 即是坐的士 即是在香港我坐的士 我好受的 我很討厭坐的士 我可以說 我都不坐的士 因為我覺得 的士是一個 高度保養的行業 是幾十年來都沒有變過 而這些apps 是打破了的士的行業 最後一個 短一點 喂 待會兒開檔 我來得死人也不要動 你以為賣到的錢給我 你不要露點 以你的智慧 哪有人碰到你 那倒是 喂 明益街坊 全身第一手 好漂亮 孝子大便賣 不買都來看 好可憐 英俊 你一早留在買新葬褲 好大家理事 我也不想 為何你這麼熟面 我們在哪裡見過 是嗎 所謂相逢 何必層相識 不如兩位姐姐 可憐我吧 真可憐 反正我們欠個下人 不如就 好可憐 埋身 撞含家 不是吧 兩位姑娘 可憐我吧 我含家六結 你一晚死了 實驗十級廢爐 半賣半菜 你買我 石樓 看他真的慘很多 不如就買他回華府吧 那就買他吧 姐姐 我先來 這個不是先後問題 是呀 人家死六結 你才死得他一件 我也很想幫你 但很難做的 但是我也慘 那你什麼慘 你帶出來 那我 你看我幾天沒有剪指甲 被捆了黑片 難道這樣還不夠慘嗎 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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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死呀 黃才 你跟我這麼久 對我有情有兒 肝膽相照 但大哥還沒給過一餐 咬你吃 我對不起你 小心 哎呀 小琼 小琼 小琼你怎麼樣 小琼 小琼你不要死呀 小琼 我和你相依為命 同金共歡了這麼多年 自己當你是我親生骨肉 這麼公書教學 想不到今天白頭人送黑頭人 小琼姐 他們兩個都這麼慘 這麼扁 小琼姐 一心 小琼姐 有心 有心 小琼姐 是因為認慘 真是有錯誤 其實挺出現在周星馳的戲 不是好笑的 這麼簡單的 我覺得他的電影是有些前瞻性 就是這個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 就是他真的看到社會的發展 原來那個社會慢慢走去 一個很慘的社會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例如像少量足球一樣 我記得的 那時少量足球是大概二千年 就是一年的時候 差不多十多年前 二師兄大家都記得 我記得的 洗碗 就說 他在法律書 他說 為什麼我不是李嘉誠的兒子 那時二千零一年 就是那時 九九年應該還是九九年 九八年 那時港台還會為李嘉誠所謂的華人結出華人 第一個部分就是李嘉誠 你看那時連港台都不攻擊李嘉誠 那時港台都把李嘉誠 和那些神一樣 超人 你看那時的社會 2001年應該不是很大的轉變 但是他已經看到那些人 已經不是再想做李嘉誠 而是想做李嘉誠的兒子 李嘉誠的兒子 李嘉誠和徐子期結婚的時候 也不是說香港 很多人是希望做李嘉誠 不過是徐子期的那個李嘉誠 就是規定 徐子期的那個李嘉誠 就是規定 走來合理 哥哥 魁李嘉誠 畫 Applications 想做李嘉誠 我想做 我 真的是挺好的編�門 即是 當然我在司技商水會很大的 對這個機構 對我來說是挺大的 那 有問題的 通常是報 angry 不過是不是應該這樣問 有問題的 我是没有任何 可以上個外國語題 另外一個直接一點 我也是一個財經 我也是一個財經 我寫了財經的專欄 我經常說 在私事三學六會裡面 澳國學派的理論 對於我們選擇鼓橋 是很有幫助的 例如最低工資 當時 推行 我經常說要買 有一隻叫大家 三四一 為甚麼呢 因為當有最低工資的時候 其他小的 小的茶餐廳一定會死 遠離難中 而大家說 是越來越容易做 最後 甚至他一勉強 就是他的法最平衡的法 和最低工資掛 即是說你自家最欠資 我自家 我記得 那時候我已經慢了 我已經厚之厚 那時候陳玉光 出來發言 那時候是十多元 到我發覺 發言這個狗狀的時候 應該是22元 那時候 那時候 這個法加拿大 是很難的 所以 你當時知道 政府爬到做甚麼 其實真的有辦法 在當中要掙錢 這個是我 Facebook page 大家在Facebook 那就是我的 然後 我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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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那時候 他在台前的 就在方面 一起去台前的 在那裡 記得他之前 你先講自己的名字 那方面 你先講自己的名字 那方面 我會在這裏 有些美觀 我們可以聽到嗎? 我想問一下 因為聽到那個 好像說一些實質的 我想問一下你自己 這個2015年的財政節目 你如果要來全英國分 你會給多少分呢? 而最滿意的部分 你覺得是這個? 最不滿意的部分 你覺得呢? 其實我的意見是否這麼重要 我真的覺得 每個人的平均都會有 你站在什麼位置 我記得當日 他一公布的時候 說過這個10萬元 子女的面稅額 我說當然是好人 我沒有一個人很受的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說 我說不好 我說 很明顯 我說你沒有小孩 很明顯 然後他說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能夠把醫生紙 他說 他不能給我 他說 如果這個人 能夠有一張醫生紙 你一直不批弱的 你知道我可以過的事情 就是 我的能力在這個位置 他都 他給的分數都會不同 所以你問我的分數 其實就 我覺得 這次王先生 你要作為一個財經評論 你會怎樣提供那個方法 其實我最後說 就是 我的提供說 其實我覺得 真的 真的不關你們的事 這個財經評論 真的不關你們的事 因為我 我不會作為一個財經評論 直接看 因為 即 如果 我實在認為 他那些事情是小不小眼 就是 浪費了 我大行看你這些數字 我都不如 假裝就不好過 但是 反過來看 在於你們 真的不關你們的事 你這個財經評 是應該放在 剛才我說 多些走去 那些什麼 即其中的國家 多些走去咖啡店 就是 我看了 這些小的事 是大大大大 你看前面就怪鬼 即 這個 即 所以 並不再財經評論 或者 不用看 繼續看這故事 剛剛就說 中國跡色 我們都不會看那些好 我不會去看 即 只能這樣說 即 如果全世界的 即 我的 這兩年 又是傾坐關 我真的坐飛機也很慘 坐巴士 全世界來說的確 香港的政府是 你無論是在珍藝園 在阿棟 或者在華盛雲之下 我們的公務問題 真的是非常高的 政府 詩雷清也有說 真的是無欠他們的 因為每個個家裡一見 他們都洗腦 都洗腦 都洗腦 但是香港還有很多人不留給他們 其實真的沒有欠下一個 所以你如果那個國債財爺的 而且確是可以維持到 沒有這些時候就是維持錢 我覺得會再做好一點的 應該就是把入息稅 至少把入息稅 至少把入息稅 可以和融合掛鉤 然後 譬如說如果每年 以一千億來的 如果有一千億來的 就說做余的平衡掛鉤 就入息稅 我就要深入稅 之後就是按照 按照 按照 產額 就是這些人我可以去做 如果你說我最迷惘的就是 我認為我覺得 居屋的政策是很好的 即是居屋 方向是居屋 要保全地價 而釋放 居屋是一個產權 不是十足 而是十足的一個產物 即是我有居屋但我不能租出去 即是私樓 現在這個方向 令居屋變成一個真真正正的私樓 大家可以自由買一買 我覺得這個是不正的 但不好的地方就是 為何你要找案件政務公司 去做單捕呢 因為你一單捕呢 就會有很多天怪的出來 剛才我說的億舉大銀行 這個都算了 還有就是 借了錢 因為我會言不悔 我就會在這裏 作為一個支持自由經濟 你對於這個 補充這個戰利盟 等於人手上的雙方 這個做法 你自己有甚麼評論 其實我覺得 其實所有補充都沒有 我都不賺錢 做生意 有些時候都要懷疑 去做生意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天氣不好 都會實修 這些我覺得 其實是不應該的 不知道 另一個問題就是 補充這個補充 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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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我不應該 我不認為 應該有那條街頭 所以都不應該針對 某些人 哪些人 可以有多一些 但 無論你 真是說 最後的推薦 只是給某一類人 可以申請 但我覺得 始終就是 如果那個東西 是 profitable 那自然就會引起一個 就是很多眼神叫 就是那個需求很大 那你明明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需求很大 但供應很少 我怎樣去分配 市場的分配就是 價高者高 你不採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你採用什麼呢 那就是 用政府的官員去決定 政府的官員決定 那時候就有現實一個問題 一個就是 他排什麼去 就是他去派 因為 一不就不成功 不成功就環繞 不成功環繞 這個計劃也會是 慢慢的消失 如果是很成功的 那些人就會拿了個牌子 又死了 拿著牌子 那些又成立新的特定階級 政府用什麼去 給這些牌照 去給這些人呢 那會不會當中 會有私商壽壽 會有貪污 或者那個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所以 那個債也要給他 就是 你會有些問題 所以 如果再去一步 就是有些人去買 那為什麼不給小販去做 其實 大家明白 小販都是一個 個導理 以前就是 很少人 believed 味道 原來是我 沒有種abor 那鄉街就會有很多小販 很多小販員會搶他們 搶他們 搶他們 ולurday就會有黑社會的介入 黑社會街入 他那些社會 他就可以 多了免紅 就是多了財 就是財務的收入 那麽他們就可以做其他事 所以為何要取締這些街道的小販 就是因為以前現身是一個問題 最終始終都是用市場去解決 起多些商場 其實商場就是取締了這些熟食的小販 或者說是小販 即是說熟食始終是有一個問題 如果是成功的話一定有很多人獲 一定有很多人獲的 你不會用錢來解決 你用政府官員的審批 那就要做得很難 就是你平日給這個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計劃應該最後 要不就產生一個突破解決 要不就是本身那個計劃 就不成功了 所以最後保持到現在大陸給一個 都做到那一回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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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在歐斯的情況下 你留在歐斯的情況下 如果不健康的話可以不去改善你快一點的問題 我覺得有些事情 你做錯的時候很難 你不需要pay the crisis 回去 我相信你很難 曾俊華或者有很多招在手裡 感覺就是不是 那 他 首先我要說 現在有一個社會有一個說 如果他不想消化他扭轉星的情況 這個就沒有辦法去forcer 就是沒有辦法去verify 但是我的經驗就是 我以前都很喜歡看樓 以前我很喜歡看樓 就是一門都放我 因為那時候炒家的時候 就是很多事館 所謂的事館就是 你不用約的 那些鎖匙是擺在地產經紀錄 你打電話 地產經紀抽損 你抽錯事 你就會看到 炒家 其實絕對不能賺得盡 炒家就是 因為他炒完這一層 他就被炒得不成 他一定有個勞捉 所以 有時候 或者他突然不知道炒什麼 炒什麼 炒什麼 也好 也好 他有時候 就是 炒炒 炒了他的船所 暫時他都會賣 自從有了這些辣椒之後 這些的成本 所有都沒有 我每一次去看樓 就是要預約的 全部都是看那些用家 那些用家就很麻煩的 他要遷就自己的時間 我要遷就的時間 那些樓盤 縮得很小 那現在 因為公平少 公平少 公平少的價格 就接不上去 所以我就說剛性 成交是剛性 現在 基本上 你去到一個屋門 怎樣的呢 就是 比如說 今天我看到 我是那個銀柱 我看到 已經500萬的成交了 我拿下一個信用家 加大了 我加樓盤 就是 現在那個樓盤是這樣的 以前不是這樣的 以前是 現在有個炒家 不知道哪裏炒掉了 我用錢使用 我虧貸老闆 你現在 那些人是公平 現在公平少 所以這個剛性的情況 我不知道最後是怎樣收貨 但是我自己做行 我在那兩年 兩三年 我已經沒有再去投資 因為我認為 有更加好的方法 好像普遍的市場 所以 在我來說 我的解決方法 就是我不再去賣樓 但是問題就是 我看不到 特區政府可以用一個很無套的方法 就解決了 另外就是想問一下水制度 剛才有說過 我曾經說 我已經很想開了市場 很多人都說 香港的水基督促 你仍然跟香港的水基督促 但是 如果 即使要開省水路 因為我們要去學水 為什麼要太陽性上 才會不太陽性上 還有 還有 最有一個比較私人的問題 可以選擇 男性看 什麼都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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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 最好的 你都試試看 你都試試看 我真的 很心裡 我都試試看 我經常覺得是偏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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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覺得偏依歌 這個是有點錯誤的 我都沒有 我寫了明 我創京急外專欄那部 我買了那部 就是 我自己的結束過 當然 我買了 他 他有聰明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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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 剛剛說 講到我同署 是一個很難的 那 那 我擴復稅機 我只是講一個問題 就是我已經說 政府他有這麼多的融 他在稅機這麼窄 他也有這麼多融 那為什麼還要他 還要抽我的水 這個我可以解釋 除了他那樣負責 除了他那樣負責 我知道所有官員 所有官員 他都沒有一個 就是他也有一個 他也有一個 就是他也有一個 明明自己這麼多錢 都算他不負責 很多錢 完全沒有一個 情緒 沒有理由再去 心理上 你說 那 小錢 小錢 到時真的如果那個財政 收入 掉了 再去想想 我們試過的 那 restructure 其實 有些好的 我認為是有些好的 就是當時做了很多好的措施 當時有些人說 我認為當時因為政府有創車 所以私有化 就是派出了 我覺得是不利 所以就是你要有危機 那政府才會改 對方 根本呢 而不是 現在他還沒有 他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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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 不會是一個 管理政府 一個亂闊 應該 你反正現在有很多錢 為甚麼他最重要的 還有 還要跟GST 還要跟貓 這些我 我覺得很難接受 阿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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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有讲一句话 如果不帮我跟大家讲过 九至五工作模式 这个模式已经在网络的时候 已经是collect 了 你还打算去打暗工 然后攻层口 我告诉你这几十年应该你的日子很难过 除非你是医科室 你在政府的任命下 因为只是你可以医人 其他人可以医人 所以你是作为一个医生 你可能还有一个好的前途 但如果你还打算我找一份工 然后那份工我可以做成绩 然后我可以供应层口 然后不放在第二层 三层 我想现在这个 依时代已过了 看看然后 黄先生你好 三年级文汐 我想订阅刚才中关村看字 除了北京中关村之内 我知道天津北韩新区 也有很多创业咖啡厅 那这些创业咖啡厅 会联合去经历一些 叫做北京天津创业咖啡厅 因为我们大部分现在赚钱 就是赚很多钱的 那些富豪级的那些 他们真是从地产安保 他们的钱是 你觉得他们赚得很平衡 但是实在 实在他们都是 因为立成子的习近 跟大陆那些 就是奴军那些 我试了很多次 看隔人 我明知事的 我明知事的 不过没有事 香港的父母特别 我知道在第二代 第一代都说没理 但是他们也认识 我觉得第二代 第二代他们很怕 很怕被人骗 实在他们也有很多事被人骗 但是被人骗完 他都要摆在马底收起来 真的不可以被人知道 因为你赚钱也很难 对他们来说 被人笑 哎呀你那时候搞的 原来那个老钱 他们的性格 很难被他们做出这些 所以我们要配奉的是创业 第一个 第一个是 香港的钱都赚回去 或者有时都牵扯 他都拿一头 他又不介意人事 被别人躲碰 所以 的确实在香港的土壤 他們這些人是比較差的 大陸呢 因為那些人 因為大陸人負起下去 即是部份 其實我也覺得大陸人 看起來好像有錢實 但是問題是 第一代賺錢的人 跟第二代是很不同 第一代就是 所以他賺回來的 不要緊,做吧 他們騙了 即是同樣的 但是第二代是比較 是比較差的 所以香港 我覺得他的套養是差的 也有搞的,聽說的太鼓 也有強大力 我沒有特別看他 還有香港的市場 老實說,你弄了幾個月 最可怕 七百萬港港 死掉了 你現在要復活十幾億 香港有什麼優勢 我想 你也要去 表解 你那個 pastor 是吧 那你當然是 反而搞好 沒有理由 香港是 完全沒有用的 即是香港 很多時候 在香港 即是香港是一個市場 即是我讀到 appserv 在香港 是否可以 然後我就知道 這個appserv 是否可以 這樣 香港也不是完全沒有做 但我覺得 那個culturation 那個 那個process 應該是很大 發生的 好 謝謝 黃先生 我們的周會 就是鼻聲 在跌出之前 有實力 是主要的 天位教授 和我們家屋 跌出的聯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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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